华山基金贵在一支店设计的关怀老人爱心斩 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照顾老人的服务工作是一直接受到丁面的困境 在今天基金贵也代表在一支爱心斩 来基盘成立6周年的庆祝庭会 新疆今的站住黄公瑞 虽然这支旧26个 但是他对服务中价这件事是穿完了着症 在加上最近新交报一百二天 让这支爱心斩是穿完到年轻人的华料 华山基金贵一支爱心天赛斩已经6月了 大家特别基盘庆祝活动 要这老大人最会找6月就成立6月 一支订阅短期限也清新参加 气氛是老实又温馨 祝你天赐快乐 看头钱 好 好 今天这关来所有的站住也都前来最会庆祝 并安排老大人请求红浅在当地会带来温暖的破镜 虽然她的眼睛和手露都不是正丢了 老大人有完是做得很认真 就连订阅短期限也要拜托阿公加一下 请求做好以后 阿公阿嬷都真不足破掉掉 来感受温暖和大心的感觉 做后拿回家睡 哈哈哈哈哈哈 拿回家睡 感觉很差 对啊 对啊 不错啦 这发展的今天办法很好 哪有做六哪怀念 对啊 这想让英国妈妈在报仇上 我手上报的这个报仇呢 就是我们在过年农历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提早送给我们长辈的年礼 让他们在过年期间呢 也能够享受社会大众的温暖 那今天很特别就是让长辈自己缝制他们的报仑 所以他们每个人做出成品呢都非常的开心 这次爱心天山山新家庭的展丢王宏睿 虽然这几十六岁 但穿完后无测情 以及关爱老人的精心 已经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就让这些阿公阿嬷更多快乐 我也希望在这里就是办更多活动 把他们要出来 不是说他们都在家里 都一直就是面对面这样 哦 甘苦这样子 那他们出来放开心 然后看到我们开心的样子 他其实也就开心了 王站长他更是除了用心之外 又非常有活力 那他把他的热情跟他的活力 都感染给所有的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都很期待他的到来 然后跟他一起那个拥抱啊 或者是什么的 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快乐跟这个温暖的这个情形 可以持续下去 积极站这边呢 有将近有六十四位的长辈 需要大家一起来认养 一个长辈呢 一个月的服务经费是一二五零 到了拜託 仁佣是这点的老大人 花山基金会 也开始看没过年 要提供给老人的理财 拜託人到的乡亲 都可以拥有来赞助 记得今天是蔡坤博物 爱老大 爱老大 佐